嗨 大家好 我是为啥肉星生 最近比较忙 一人没时间给大家录视频 那么今天总算有点时间 赶紧给大家录视频吧 因为平时咱们总是谈各种急便的治疗 或者一些癌症的情况 话题相对来说都比较因素 或者沉重一点 那么今天咱们就不谈这些东西了 咱们谈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大家知道就是说 其实作为一个消化个医生 平时会经常做一些微镜和长镜 然后在做微镜和长镜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患者 尤其是做长镜的时候 最近这段时间遇到好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患者 有意思的病例吧 所以说也想通过这些病例给大家谈一下 关于做长镜的时候容易遇到哪些误区 就是说避免大家有个踩雷 那话不多说 咱们来谈一下今天这三个病例吧 那么第一个病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姐姐 这个患者他平时总是说自己腹瀉 是打引号的腹瀉 原来就是一天上好多次厕所 然后来医院的时候也给大夫说自己是腹瀉 然后还因为他以前生孩的时候 就是伤到肛门了 说到平时肛门有点松弛 总是觉得自己有时候在咳嗽了 是咳嗽了 或者有时候打喷嚏的时候 这个大病有时候会可能通过肛门露出来的一个情况 当时大夫在了解过他的情况之后 感觉也四多岁了 还是去体检一个长镜吧 当然这位姐姐平时他也是 就是说经常在网上看各种各样小姐 觉得就是说超过四十岁的 自己经常腹瀉了 就来医院该体检一个长镜 就是冲着体检长镜来的 所以说当时大夫就给他开了一场镜 这位姐姐他做长镜的时候 他做的是一普通的长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他的家人就是说瞒着他 万一插回来插回来你瞒着我 这类的情况 所以说他想全程自己看这个长镜做 然后就开始给他做长镜 当时给他做长镜之前也问他 拉干净了没有 拉干净了 他说自己拉一点就拉不出来了 然后又开始给他做长镜 当时长镜进入了长镜的时候 你又感觉糟了 这满长子的都是粪便 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 他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块状那种粪便 没拉干净 也不是那种吸水当然是粪水 它是什么情况 是那种大便在长子 长臂上的粘雾的粘上去的这种大便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跟墙上有那种刷漆 然后那个漆没刷匀 然后这左一片右一片这个情况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亲生自己人 相比较心软一点吧 我觉得你这个姐姐平时呢 也就是这个经常都要不舒服啊 也就是冲着做长镜来的 人一天也没吃饭了 上午和谐要下午做长镜吧 然后就想给他做了 想想办法给他做完吧 然后我就是拿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长镜上面 不是有那个注水的那个装置吧 给他就是拿那个水啊 想把长臂给他冲干净 冲冲确实挺好的吧 长臂冲他还算干净 但是但是啊 这一冲冲出一大麻烦 什么情况呢 我给他这么一冲 然后你知道那分辨本身在上面附着的 但是这么一冲呢 他就变成一个分水的状态了 还没冲几下 这些我也不知道是刺激到哪个神经了 他开始打喷嚏 然后还好我当时就是说 站的时候没有完全站在那肛门口 就能撤着这样站着给他做长镜的 然后他一个喷嚏 因为大家刚才说了 肛门松弛嘛 每个喷嚏 他刚刚是相当于跟一个大炮似的 哗大银喷出来 大银每一个喷嚏喷出来一下 每一个喷嚏喷出来一下 人我人倒没事啊 机器也相对没事 但是但是我们的屋的墙是完蛋了 还有那窗帘 我整堵墙上 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起来比较噁心 就是就跟你看那涂鸦画似的 就是那个拿那个墨水或者那漆 就是这样往墙泼上这种感觉 整堵墙都是这样的 哇天哪 那那那那感觉无法行 那种酸酸感无法行 然后又是那个当时哎 你满屋的味道嘛 这这这您看他这边又是这个喷嚏 打的不断 然后找一纸给他 就是把坑上这边先盖着 先别上喷出来 我说你先别做了 咱咱你先把这喷嚏打完了再说 然后先让他下来了 然后就是说 呃让他去厕手蹲蹲 哎就是先给别的患者做了 就是先蹲蹲啊 你这个把这个喷嚏打完 然后呢这个去做去过做一个灌藏 把藏子下面先灌干净 也不想让你空跑被烫啊 这位姐姐确实也比较这个紧张点啊 他又怀疑这些东西嘛 然后给他做了一罐藏啊 一直到最后呢 给他把这藏机又给他做了 他这罐过藏之后是明显好多了 然后呢 他这个喷嚏相对来说 也少了一点 然后起码嘛 他这个藏子里面就是直藏 嗯 毛型呢 他这个藏子呢 就直藏往这边相对 这边大便基本上来说是排干净 然后给他做 那但是还是还是就说 做到这个左半 右半阶上 左半阶上相对还好一点 右半阶上这边因为罐藏灌不到嘛 那上面还是混的附着了很多大便 但这边相对说 离钢门比较远一点 咱们给他出洗了 各方面就比较 这方便一点 还勉强给他做到头了 做到头之后呢 大致上连会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他就藏起来没多大问题 那说这位患者的这些情况呢 呃 主要是给我们两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呢 这位患者 他根本不是他自己所说的这种腹泻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在聊 详细了解过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其实属于一个这个出口梗组形态便秘 所以说有些朋友 你如果经常说自己腹泻 这个说法有时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对腹泻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是每天大便次数超过三次 当然这个姐姐也是每天超过三次 他总觉得自己拉不干净吧 这是超过三次 这点可能复合 但是我们只是这个大便 他的这个含水量是大约80%的 85%的这个情况 呃 也就是俗话说这个吸水氧便 然后还有第三条 就是说每天大便的量是超过200克的 那么这姐姐其实他每次大便量 都是相当的少的 而且呢 他这个分辨 他是不成形 也不是吸水 而且他每次的感觉 也就是这大便不通畅 他每次上厕所 不是说这个大便憋得不行上厕所 而觉得没拉干净上厕所 说这个情况 我们需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出口 这个出口耿主性的便秘 那因为便秘分为两种嘛 或者也可以分为三种 就是这个出口耿主性的便秘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就是说慢性传输性性的便秘 也这个两种 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个混合性便秘 那么这个出口耿主性的便秘 一般介于老年人 也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些妇女这些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是说盆底机这方面 因为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相对来说盆底机肯定一会会变弱一点 直肠主动能力变弱一点 另外一方面 因为就是说妇女相对说会生过孩子之后 容易对他盆底机造成影响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便秘的患者相对会比较多一点 他这个盆底机一旦出现 就是说这个减弱 直肠功能减弱 因为他本身来说 当时生孩子的时候也伤到直肠了嘛 所以他这个直肠的主动功能减弱之后 导致他这个主动出现紊乱 所以说他这个直肠这边应该加速主动 让顺便排出来之后 他反而排不动排不出来 导致了相当这个肛门口跟塞的东西似的 导致了他这个便秘情况的出现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理解 便秘可不仅仅是指了那种干阶 这个大便不出来 像这种大便不通畅 大便呢 就是说像这种感觉不顺畅这种情况 他也属于便秘 所以说不要有些人不要就说 一觉得自己大便次数多 到一月给医生一说自己是便秘 是不是自己是这个腹泻 然后呢 有些医生可能就说分的没那么细 觉得你是腹泻 那就是干腹泻 你只要反而有人 越干腹泻治疗 他这个便秘越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腹泻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就是说减弱 他肠有蠕动 那你想想他本身就是便秘 你再给他指指线 你的便秘肯定会更严重的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腹泻和便秘 便秘 这个腹泻这个情况呢 就是指的是一天大便超过三次 而且排便量一天超过200克 而且这个分便的含水量 是大约百分之百分之五 这个情况 就是吸水样便才可以被称为腹泻 像这种情况 它就不是一个腹泻 所以很容易误导医生 对你的这个治疗呢 出现一个误区 那么第二点 这个患者的情况 他没拉干净的一个情况呢 也是我们做成一个需要了解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患者本身 他的肠道 蠕动功能就减弱了 平时运动少 而且因为情绪不太好 导致他这个胃肠道 蠕动功能有点紊乱 另外加上他这个 门门松弛这个情况存在 所以说他这个 再加上他这个喝歇药的时候 他是在那坐的 因为平时不太爱运动吧 在家坐着边看电视边喝的歇药 所以说他上厕所适度非常少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你要是这样坐着喝歇药的话 会怎样 会导致你的肠子在这里 就是说折叠到一块 并从而影响到 他这个粪便排出 因为你要知道 你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肠子有时候 可能会被压迫到某一段 导致这个粪便排出没那么利索 另外一方面呢 你在就是说 喝歇药的时候不走动 不怎样 你常常蠕动功能也是减弱的 我见过有人 可不是做的 有人边躺床上 边看手机 边这个喝歇药 这种排气效果 一般来说都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比较建议 你边喝歇药 边走动 揉一揉肚子 顺时针的揉肚子 右上左下 这个顺时针的揉肚子 可以加速你肠道走动 以让你肠道尽量能排干净为主 尤其是便秘患者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点 那么咱们谈第二个病例 这个病例是怎样的呢 第二个病例就是说 这些患者呢 也是特有意思的患者 是一个老太太 当然这个患者不是我做的 是我同事做的 这老太太呢 她是当时是住院好几天 她的藏的 当时是因为藏公主住院了 然后在藏的住院好几天了 还是不是没有完全通常 但是相关的CT 还有这个资公证 各方面的检查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异常 显示了可能还有一些不选耿主 所以说因为就是说 想找一些 就是说相关的这个因素嘛 于是不 就和这个 在外科的沟通下 给他做了一场景 当时想做一场景 看看他到底是 常到了哪一段不通常 看看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相关的站位 因为怀疑可能发现有站位了 有什么肿瘤在这边长的 所以给他做一场景 这位老人家 因为就是说情绪比较紧张 而且他本身有高血压 但是因为他这个 平时降压药用的是一个 富方力血瓶这种加压药 这种加压药 一旦吃了之后 建议提到七天之后 才可以进行麻醉 而且因为他当时就是说 这个情况比较急的查场景 所以说就给他查了一个 这个普通场景 但是又因为这位患者 这位老人家 情绪特别紧张 所以当时给他做场景的时候 他感觉肚子都紧崩崩的 再加上他本身长根组 这个情况没有完全消退 所以说我同事 也是利用自己的高搜的技术 给他把这个场景给他做了 给他做的时候 他整个下半段的 这个也是左边这边 结肠就直肠了 都相比来说是比较干净点的 但是呢 就一段结肠这边 有一个感觉 这个肠子感觉 就是扭到一块似的 无法通过 而我同事也用自己 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技术 给他把这个肠子 慢慢慢慢的给他扭转过来 但又因为就是做的普通了 所以说他会比较疼 再加上他自己 这个情绪的紧张 导致这个扭的程度比较厉害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场景 一直在刺一下肛门 因为肛门这边有排便感动器 很多可能做个普通场景 人家就知道 给他做场景的时候呢 他会感觉想上厕所 这个老太太也是在叫的 就是想上厕所 想上厕所 我同事说 没事没事 你那边没大便 然后叫的不行了 后来就是因为他耳朵也比较 你想上就上了 然后当时呢 当时我同事正好 也是趁着那个老太太放松那一刻 把他藏着那边给他扭转过来 那这扭转过来一瞬间 再加上那老太太一个放松 肛门这一个松弛 上面就是这个 躲在那边那个大便 顺着这个口直接也排过来 当时我同事躲闪不及 你知道了 那个场面我就不说了 整个人啊 就是身上被喷得到处都是 我的这位同事呢 也是一个非常nice的哥们 强整的这个味道呢 给这位老太太 把整个场景给他做完了 当时当然 整个场景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老太太下来之后呢 差点给这哥们 就是说跪下来 怎么说呢 因为这位老太太啊 当时就是外科 对他这个意见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场景还是通过 就要考虑把这件肠子给它拿掉 而且又因为他这个平时 这段时间了 这个肠子一直不通嘛 所以肚子又胀又痛了 特别的痛苦 这次一次给他就是说 把这边给他弄通畅之后 他顺便痛苦解除了 而且还避免挨了一刀 切肠子这个情况 所以说这位老太太 也是千恩万谢的 还有他们家属 也千恩万谢的 感谢我的这位同事 给他把肠子给他弄通畅了 因为老太太本身平时 也是一个长期便秘的老患者吧 所以说因为这些老年人 长期便秘就非常容易引起 就是说这边就是这个 弯度比较大 这个乙妆结肠这边 因为这段结肠呢 它是一个游离的状态 是靠几个韧带 在这里就说支撑的 因为老年呢 相对来说韧带这个功能减退 导致这个肠子呢 很容易的就是说 出现一个扭转 再加上这段便秘的话 这边要是有些比较硬的大便 在这里就是说压热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造成这边的 这个肠子这种扭转情况出现 造成肠公主的情况出现 导致他肠子呢 整个的这种紧绷的状态 所以说他这个肠公主 包括他这个平时紧绷的状态呢 引起了他日常这个便秘的情况 而且呢也是造成 这次肠公主的一个诱因之一 所以说呢 也给肠镬检查呢 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说我们如果就是说 平时一些或者做肠镬的时候 尽量尽量不要太紧张 你越紧张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感觉 你越紧张的时候 你是不是肚里面的肠子 感觉就是说缩成一团了 那么你在做肠镬的时候 你越紧张 你肠的越紧张团 就会非常影响肠镜的检查 首先咱不说 就是这个肠镜 通过你的肠道的时候 因为肠道的这种紧绷呢 会加重你做肠镜 那个痛苦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肠镜在通过这个肠道的时候 也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先不说 你是否影响检查 就说这个 因为这些困难 会让你肠镜检查时间的这种增强 增长 所以说这又是合并了 那么这位患者检查之后呢 也是对我们这边 是有两个后遗症存在的 第一个后遗症呢 就是说我们平时早餐呢 比较喜欢吃这个花肠 我们经常在早餐的时候 叠点花肠 就是说趁有空的时候 喝点这个当早饭吃嘛 所以说 就这个事情存在 所以说我们在之后的 一两个月之内呢 基本上就没太喝过花肠 你知道当时他喷出来 那个情况就有干的 有硬的 有这个水壮的这个东西 那个场上无法行动 所以说这个花肠这个东西 基本上在之后的一个 两个月被我们排除早餐了 然后呢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说提示了我们 如果啊 这个做肠镜的时候 这个患者呢 他说啊 特别想上厕所 特别想上厕所 我们再也不说啊 你憋慕 你们经常忍一下 我们再也不说 想上就上吧 避免呢 就是说 这次这个大病人喷涌而出 避免了这个患者 就是肛门突然一放松 导致这个大病人 喷出来这个情况的存在 也是对我们造成了两个 两个这种影响 也吸取了相当力的 一部分的这种教训嘛 那么谈完这个病例之后呢 咱谈第三个病例 第三个病例呢 是一位就是说老先生 他的情况更偏向于一个 就是说慢受传统性的病例 也就是说肠道蠕动 能力太差的用病例 他的大病人经常是比较干 甚至有时候啊 还呈现这种 就是说羊死状的这种分别 所以经常干结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当时对他的交代 就是说多走动多怎样 让他尽量把这个肠子排干净 因为了解到 他平时经常吃血药嘛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吸血的药品 避免他排不干净 我们当时建议呢 你提前喝点香油 大让喝一两勺的香油就行了 结果结果啊 最搞笑的地方来的 就是说回去之后呢 他的那个老太太 他就是说他老伴 然后呢 逼着这老先生说 你经常逼你这么厉害 人医生说了 让你喝这个香油 那个觉得你喝血药不太合适 喝香油 喝点香油 提前把这个大便排一排 然后老太太提前三天 我们让他喝一两勺 然后他这老太太呢 每天让他喝这一小粉的这个香油 每天就一小粉香油 连都喝了三天 当时呢 给他做肠镜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整个肠子都是油乎乎的 然后我们带着口罩 别做别能闻到那股香油味 香噴噴的那种香油味 直到给他 确实藏子拉的是很干净的 但也在藏里面 完全可以看到油花 就是香油那油花 给他做完之后了 做完之后 当然藏就是没事 藏就没事 后来考虑是这个 孩子就是说 共性的那种便秘 但是之后呢 对身治疗了 然后给他就是说 做完之后 下一个病人进来的时候 你说那病人说什么 你们大夫上班的时候 吃东西啊 这香油脏子挺足的呀 哇你知道 当时是不坏的状态 是就是说经常干净 经常便秘的那种呢 我们可以提前喝点 就是说容易润藏的 不管是直接这种 相对润藏的 这个病麻油啊 等等这种泄药 或者像这个换的是 喝点的香油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适量喝 咱喝得多浪费不说 这味道咱也不说 你喝太多 其实像这种油红的东西 喝太多 对老先生身体 也不是说特别好啊 你这老先生还好 他没关心病 也没有血之仇的情况 你想这种东西喝下去之后 很容易引起 其他的情况出现的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啊 和这个提前喝血药的东西 一定要吃掉 当然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 有病的话 还是要提前喝血药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点 那么通过这三个病例呢 我们也就是说 比较有意思的这三个病例 我们也就是说 总结了一些 大家做常见的时候 容易发生的一些误区 也希望大家能避开这些误区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